中国突然宣布从3月1号开始禁止台湾的凤梨出口的政策 引发了全台湾挺凤梨效应 江义县农会举办挺青年挺凤梨记者会 展现了青年挺凤梨的决心 虽然还不到凤梨产季 不过青年们利用创意研发多种凤梨产品 延长凤梨的保存期限 希望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农民 挺凤梨挺台湾挺江义 大声喊出挺凤梨口号 展现青年挺凤梨决心 上个月中国禁止台湾凤梨出口政策 让全台凤梨农全都忧心忡忡 担心凤梨滞销会影响生计 嘉义县农会举办挺青年挺凤梨记者会 展示近日研发的多种凤梨产品 像是凤梨果干白巧克力 凤梨甘蔗冰拿铁还有凤梨豆酱 都是以凤梨为主题开发的创意产品 透过加工然后融入我们的产品里面 让产品多元化 让消费者有多元化的选择 也可以创造一个循环经济 虽然凤梨产季还没有到 但是青年们利用创意增加凤梨应用 以及保存期 帮助在地农民用实际行动 支持台湾好凤梨 加翁来挺台湾 我们很有光荣感 除了创意商品 加一线农会也与在地商家合作 只要到指定店内消费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爱台湾凤梨口罩 不只比创意也要比新意 用新台币下架台湾好凤梨 记者蔡崇乌嘉义报道